今天主要進來是看機場三寶 這三寶是博纜館站 K11死場 和最近很熱的九龍城寨展覽 10月22日 星期二下午 博纜館站 時間浪費 我們現在在B出口出閘了 五個半 我們現在B出口出去了 準備去這個11階進化 11個天空 Oneway 11是什麼呢? 待會看看 好 好 既亞洲國際博纜館 打橫走 因為要來一個橫尺 橫尺 鞋子走 11 sky 紫色的建築物 哇 11 sky 這就是 首先這個11 sky 也挺漂亮的 又是這股味 這裡用的香水是跟 K11廟師的香水一樣 很奶油的香味 很柔 那些香水 我們來到 K11 幾個新商場 11 sky 但是 是 是 什麼都沒有 我們走到這邊 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 11 sky 11天空 哇 兩旁這些我猜就是 會有店 但是還沒開 挺好的 有些 有些椅子可以讓 這些 雷客在這裡坐 終於 好像發現 好像有些店舖的東西了 Kitsong Kitsania 是什麼 Kitsania Kitsania 是不是店舖來的 SO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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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tsania 回去Google一下 是搞什麼飛機的 嘩 似乎是 有貨架 但沒有貨的 不知道賣什麼葫蘆 還是賣什麼藥 那句話叫做 隨便吧 這間 Kitsania 不知道它賣什麼 但是旁邊有個Display櫃 有些好像玩具 那樣的東西 小朋友的東西 但是就有些KiKi的 可能 Ki Ki 這些產品 不知道是不是 關事的呢 這些產品 公仔 我猜是關事的 K2Z KZ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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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和我的店舖有點相似 文具 公仔 你呀 喂 喂 喂 是不是和這個Kitsania 有關呢 進到機場搞什麼飛機 就是這些 了 終於近距離看到 有一架飛機放在那裡 它放了一架飛機 在這個K11商場裡面 但是呢 暫時又不讓人進去玩 它有了樓梯 可以上去玩 看來 真是可惜 原來那個Kitsania 叫徐智家 嘩 這裡就是 11階 其中一個中庭位置 有些裝修設計 不知道 是不是又是 就是 關神秘學士的呢 呵 呵 呵 對 呵 呵 暫時呢 樓上兩層都應該不給上 終於發現有人了 就是清潔傘傘 哦 這裡呢 冷氣都沒有了 嘩 這裡就有一張 圖啊 就看到商場的外貌 大家知道吧 這裡附近機場 不給航拍的 對不對 沒有得拍到一個 建築物的外貌 給大家看 真是不好意思 呵 唯有看完這張圖去感受一下 就是一個龐大 紫色的建築物 嘩 嘩 其實真的可以有很多舖 這裡 假設這裡是香港最大購物 美食 娛樂 新地標 最重要是 很多東西看 如果真的可以開成的話 好 這條窄窄的走廊呢 又是沒有冷氣的 對 讓滋味 原望一一實現 滋味 願望 哇 Disco Ball的漢堡包 就是一邊跳一邊吃 這樣 會不會肚痛呢 這樣 Disco Ball 現在在 Gen Z 知不知道什麼是Disco Ball 其實 這裡下去似乎是 寬闊 嘩 你看那些 Leon Light 也做得挺漂亮的 雖然都應該是LED 來的 香港感覺的東西 最重要是什麼 有 冰室 桌子 檔袍 有一個食字 很明顯是帶你去Food Court 商場的下面應該就是一個交通的書樓 有一個很大的巴士總站 可能這個位置大家就沒有那麼陌生 有時候乘機場巴士會經過的站 A23那邊 原來這個就是平時我們乘巴士經過的 旁天城巴士總站 難道這裡就是傳說中的的士司機柯寮位? 看看 這裡呢 就是的士站 裡面難道有廁所? 先看看 嘩 咦 有自動門的 廁所位 真的有廁所 真的有廁所 是開放的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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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的士司機高級廁所位 剛才光顧完這個漂亮廁所 不知道是 剛好壞了還是怎樣 沒有冷氣的 嘩 嘩 嘩 進來這裡就已經沒有冷氣了 嘩 廁所也沒有冷氣 好 看看左邊有什麼 咦 難道這是酒店? 嘩 我差點以為這條是樓梯 不是真的樓梯 不過不開 嘩 挺宏偉的 這個樓梯 可以拍一下 有條旋轉樓梯 有個Cafe在這裡 有間Cafe在這裡 K11那股奶油味呢 真的很容易令你想去光顧咖啡店 买一件奶油的食物了 不是啊 是甲級寫字樓啊 AT2 K11的11Sky呢 我们就走完了 这一集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集再见吧 拜拜 大家喜欢这条片记得分享、赞好、订阅、留言 拜拜